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讲的是50年前当时美国跟苏联之间的一件事情 当时美国有了U2高空侦察机 结果大概在60年是61年的时候被苏联给打下来了 那当时有关是冷战期间了 到现在那是个谜 就是因为按照当时苏联的技术 它根本打不下U2的 结果打下来了 后来我印象中当时认为是飞行员误判了自己飞行的高度 才被打下来 那就是围绕这么一件事情 叫做间谍桥 那里面呢就出现了苏联跟美国之间交换这个间谍 交换飞行员的故事 这个影片相当有水准 它的水准在于人性生命与制度之间的关系 影片里透显出作为个体的人 无论在任何制度之下 他都可以能够从人性的角度来表达来走过自己的一生 但制度的本身 面对个体者 有的是摧残的 有的就是一个被管制 汤姆汉克斯里面演的律师 他与整个美国的政府机构 包括法律界 包括民众 包括舆论 包括CIA 他是冲突的 他冲突的概念 他作为律师 他给一个被美国人认为的间谍 提供法律援助 他必须尽他的能力 那当时的舆论说 那他就是个间谍 他完全是跟美国对立的 跟美国的价值观对立的 你为什么还那么尽力 这是人之常情 但他没有 而美国的社会和美国的社会制度 允许一个个体者 在法律的框架之下 有着他绝对的自由 他与这个CIA的官员问了一句话 听你口音 你来自德国 我是爱尔兰 但我们为什么都来到了美国 因为美国的宪法至上 同样被他尊重的苏联的间谍 在他的艺术造诣上 在他的个人人品上 相当倒霉 但是苏联的制度 东德的制度 是扼杀人的 他演了一个场面 在这个柏林墙被建起来之后 很多东柏林的人翻墙 翻到西柏林去 然后东柏林的军人开枪 打死了这些年轻人 我当时看到镜头第一个反应就是 党和人民 党和人民和军队和国家 为了保护你们而打死你们 这是我当时最清楚的概念 这就是制度杀人的概念 而影片里最特别到位的一句话说 这个间谍 因为他的个人素养高 所以他知道给他的 这个律师本身的素养 他通过三两句话 就知道这个人的人品 所以间谍讲给律师 劝律师说 在我的很小的时候 我父亲告诉了我一个人 这个人被共产党打 但他永远会站起来 所以在我的眼睛里 他是一个站着的人 他是一个站着的男人 他是一个站着的男人 而当律师问这个 问这个间谍说 你遭受了这么大的压力 你今天有可能会上死刑的 你难道不害怕吗 不恐惧吗 你猜他说一句什么话 那东西有用吗 我觉得这个片子 我不知道在国内演不演 但是我觉得 是值得大家有机会 值得欣赏的 你要做一个站着的男人 你任何的恐惧有用吗 这是影片里非常到位的对话 纽约时报有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掌门人习近平南掌大局 中国经济走向脱轨 今天纽约时报的头版头条 上个月 习近平召集高层讨论经济问题 在当时被作为一个胜利时刻 进行广泛报道 那股灾 人民币贬值引起的混乱 当时已经消失 在相对平静的气氛里 他似乎在开启一个经济管理的时代 那防止出现新一轮的动荡 但是刚刚发生的事情 完全打乱了习近平的计划 最近的溃败 未以中国经济掌门人自居者 带来了挑战 英文翻译过来 说得非常直接了当 在熔断机制被废掉之后 我当时节目跟大家说了 失败了 对吧 机制本身没有任何问题 问题你要明白 现在在干嘛 对吧 中国的股市不叫股市 叫赌场 那赌场你得按照赌场去说话 谁管赌场 黑帮 那赌场怎么管理 杀人 剁手 那你一个杀人剁手的赌场 你为什么要去冠冕堂皇的说 这是一个要从经济层面 技术层面去思考呢 这不就是老炮里的那只鸵鸟吗 对不对 这就是老炮里的鸵鸟啊 对不对 长着毛也叫鸟 但它飞不了 遇见事儿只会藏这么小一脑袋 搂这么大一屁股 这个非常简单的道理 那文章讲说 习近平每次掌控经济市场货币都会被全球阻力和盲目决策所削弱 那本周的举措显得很不协调 他已经无法推进防止经济放缓进一步恶化 所需要的更大胆的举措了 因为其实就是现在的整个经济状况已经不允许他 社会的经济层面完全不允许他做如何如何了 文章列举过去的中国应对经济疲软的措施就三个字 花钱花钱花钱 这里面就像山河故人里面说的 中国人什么都没了 穷的就剩钱了 穷的就剩钱了 所以你说到底是什么呢 所以一切的老太摔跟头诈骗 那些碰瓷的一切的东西都是钱 08年全球爆发金融危机的时候 当局就推出了5850亿美金的经济刺激 那所谓当时的4万亿 后来到底印多少 其实都成为了一个谜 那这种事情一直在持续 罗宇昨天又说话 罗宇昨天在费城看过了神韵演出 那他是这么评价的 接受采访时罗宇直接讲非常好 无论从内容上技术上舞蹈本身上 各个方面都是顶尖顶尖的艺术 那给人一种非常真实的感情的流露 每一个瞬间都是非常美好的 他说在中国之外 能够看到这么好的中国文化的节目 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很希望神韵能够赶紧回到中国去演 因为我认为这是绝好绝好的节目 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看看 神韵在世界上走了好几圈了 怎么就不能进到中国去呢 他讲在中国大陆 他认识了很多朋友 透过神韵的光碟 看过神韵 有关中国的文化 他直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 从道德层面 信仰层面来讲都是很高的 但现在共产党统治的中国 却丢失了传统的文化 没有了道德 没有了修养 所以才危机重重 危机遍地 神韵的传播可能就是一条出路 如果大家只要想看就能看到的话 那样对传统文化的传播 道德信仰的提高 会起到很大作用 我刚才跟大家讲 我讲得很清楚 你今天如果纽约时报 头版头条说 你今天的掌门人已经失控了 你根本不能在经济上 2016年可能会出现更大的崩溃 更大的问题 那罗宇的角度来讲 你必须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问题 我在节目当中讲得很清楚 那神韵透过中国古典舞 展现出中华传统的神传文化 那罗宇自己讲 自己就经历了从无神论 到有神论的回归 从六四开始 我逐渐变成了有神论 在人之外 一定有一个高于人的 你可以说他是神 你可以说他是别的 你可以起任何名字 但他在注视着你 关照着你 我就觉得神在关照我 我觉得就很到位了 《寻龙诀》 《龙》这里面 原来叫 不是这个名字 对吧 小说不叫这个名字 结果他的导演 把他改成叫《寻龙诀》 龙中国传统的精髓 影片里这个破片的 有人说叫烂片 但是很多人看 非常叫做 说赚了很多钱 人就认识钱了嘛 但影片里面展示的东西 我觉得最特别就是文革那一段 对不对 他砸那些神像 用最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武装自己 我最唯物主义者 让虫子吃了你 让虫子吃了你 影片里就在展现这个价值观 对吧 你可以什么都不信 是你自己的事 你把自己当成高级动物 是你自己活该的事 你糟蹋自己 玩自己 损自己 整自己 都是你自己乐意 但是你想过没有 你今天被灌输的一切 是这个智主在残害着 党本身的魔鬼性 在残害着 当你依靠神 从无神论转向有神 意识到这背后 有一只无形的大手 你能够约束自己的时候 就是人性回归 拒绝高级动物的过程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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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